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水果 来大家吃水果好不好 真的洗干净的可以吃 王老师来吃水果 吃水果吃水果 拿嘛拿嘛 不客气 来这边我 热吧来 你尝尝这个 这是我特别给你特供的 你尝点 你尝点 感受一下 熟悉吗这味道 新姜的石榴 这图鲁番的石榴 对 知道是谁给你带来的吗 不知道 亮你也不知道 因为今天有个小秘密好不好 今天有两位 这个老人家从新疆来看我们热吧啦 来 看你认不认识 想起来了吗 快快快快快 到这边来到这边来 哎呀 来 热吧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尼雅兹爷爷和奶奶 尼雅兹爷爷 他们一家人 是我在我拍第一部戏 阿纳尔汗的时候 下乡去体验生活的 一户人家 对 然后是非常朴实的农民 在新疆吐鲁番 给大家介绍一下爷爷已经73岁高龄了 我们奶奶也66岁了 然后呢 阿纳尔汗是我们热吧拍的第一部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的名字本来就是石榴花的意思 然后当时为了体验生活是在爷爷奶奶家住了差不多半个多月 然后跟他们一起吃 一起住一起下地干活 所以呢 可以说是我们迪丽热吧起步的地方 那隔了这么久没见 然后爷爷奶奶也很想你啊 爷爷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大家说 对热吧说 爷爷说热吧小姑娘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是不是 你有什么话要对爷爷奶奶说 我非常感谢当时我在体验生活的时候 他们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启示 因为作为一个从小在城市当中成长的一个小孩 拍一部戏去体验生活 对一个演员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当时导演选中让我去演阿纳尔汗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的不相信 因为我去试镜的时候打扮的特别的时尚 然后导演是觉得我就是他心中想要的阿纳尔汗的那种眼神 然后当时选中我并且去两位老人家家里去体验生活 然后每天早上跟着他们去农作 去摘葡萄去种一些东西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回来做饭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会跟他们一起去吃地毯打囊 这些生活是我自己本人是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我的那一段体验 这段体验直至今日也会影响到我在表演创作上 一个非常认真的开始 然后可以造就一个演员认真的态度 那么几年前其实爷爷奶奶和热巴有过合影 但是七年没见姑娘也出落了 然后说一直是我们的骄傲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剧照老师 再来帮爷爷奶奶还有我们的热巴好不好 大家来拍一个合影好不好 记录这个美好的时刻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金一节颁奖晚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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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